接下來這個 好,這邊就還好了 來,生長素其他 我們講現實一點要背的 因為食物激素之後 他們會嘗試想要去應用在很多的地方 所以有幾個就是人家試過 他有這樣的一個效果的 那有整理出來的 你可能多多少少要留意一下 這種大概在考試上就比較麻煩 因為很零碎 沒什麼系統科研 都是硬背的 然後所以在農業上幾個 比較可行的這個運用方式裡面 比如說那個叉枝或者叫牽叉 因為植物的營養器官繁殖 你又跟經驗 當然大原則是沒有問題 可是不同的植物在營養器官繁殖的能力 總是有好換 那回到那個果樹的栽培問題 因為要培育一個新的果樹品種 其實很辛苦 動不動就是20年30年的這種 然後培育出來之後 你可能果實的條件還不錯 比如說果實很大顆 然後什麼果肉很甜 然後水分很多之類的 可是結果回過頭去看這個品種 發現它栽培有困難 就是你要栽種的時候 其實那個館裡面會比較辛苦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需要去尋找一些替代的方式 重新再培育一個新品種 那不知道要幾十年後 所以第一件事情 假設這個新的品種 它雖然你剪下它的枝條 可以去做無性生殖 它問題是那個剪下來的枝條 那個能夠順利發展成一顆新的苗 可能成功率很低 那後來他們就發現了 有這樣的一個處理方法 所以你把那個剪下來的枝條 那個靠近那個主晶這邊 就下方這個切口的地方 去沾一下那個適當濃度的生殘技術 可以促進它的發根 那這樣一來的話 它那個發根率變好 你那個牽插的成功率就變高 所以你要大量繁殖那個幼蠟 因為你不可能透過那個有性生殖 就是透過種子的繁殖方法 因為你這樣的話 沒有辦法確定它能夠保存 那個多少優良的這個性狀 所以無性生殖是在果樹繁殖上面 比較必要的這個手段 那牽插是一個 可能比較土法煉肝 可是有時候無可耐核 就是只能用這樣的方式 好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可以利用這個生殘技術 去促進它發根 因為他們發現呢 生殘技術在刺激 那個薄壁細胞 或者像那個形成層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果在 那這個還可以用在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組織培養 所以等一下再來談那個組織培養的問題 好 然後 那另外還有一種那個 營養器官繁殖的變化的形式 就叫做架結 千叉基本上是說 把那個枝條剪下來插到圖裡面 希望這個枝條能夠長成一顆新的植物體 這樣子 那這叫千叉 那架結是什麼呢 架結一般來說 通常就需要兩個角色 就是 假設有一個A品種 然後有一個B品種的植物 這樣子 然後呢 B品種呢 那個生長管理超容易 就是你隨便種是不是活 大家都可以活得很好的那種 所以可能你病童害比較少 假設是這個樣子 A品種呢 果實齁 所有條件都非常好 偏偏呢 它的管理 就是照顧上面呢 就很麻煩 然後 它可能體質比較弱 假設是這樣子 如果你想說 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們拿A品種跟B品種來雜交 那雜交之後 它後代也許可以選出一個 結合 而種的兩個品種的優良特質 當然有可能 可是因為木本植物 那個生活史很長 你這樣一培育下來 那個種子 大概要十年後 或十五年後 才第一次開花結果 對 那那個命去等到那個篩選 RYDP不成功 你又再來一次 所以這樣當然很辛苦 所以最後呢 一個折衷的辦法 就是直接嘛 就是移花接木的這個概念 就是呢 你可以把那個B品種 先種到 比如說 五年大 或十年大 假設是這樣子 一般五年大就夠了 然後接下來呢 直接在靠近地面附近的 那個主幹的地方 直接剪掉 然後去把那個A品種 就是那個果實不錯的 那個品種的 一個小枝條 通常大概一年生 一年左右的那種 成熟程度的枝條 那剪一段下來 然後呢 去在那個B品種 剛剛被截掉的那個主幹 讓這個地方做一個斜切 然後呢 去把那個A品種的小枝條 安插上去 然後接下來這個地方 去做三口包紮 然後之後 它就有可能呢 讓A品種的主枝 跟B品種的主枝 直接貼在一起長 你看 所以之後呢 地下部的部分 主要仰賴的是A 然後長上去的呢 都是B的枝條 所以到時候開花 是開誰的花 可是你對土壤那個部分 是誰負責 就是水分跟那個電解質的部分 是由A負責 所以這種情況 這種處理方式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架接 所以如果你去公路花園啊 那個有幾個比較大的那個 那個賣 不是在賣場 就是那個農園 然後他們那個 有賣那個果苗的 你其實仔細看 那果苗一般他們在賣的 大部分高度都在這樣子 然後枝條大概都拇指頭左右 你從那個 那個花盆以上這樣追上來 就會發現它那個枝條 怪怪的在有一個地方 靠近地 那個圖牙面那個附近 有一個地方好像就是分岔出去 然後好像曾經被撿過的感覺 那個痕跡可能都還在 因為大概要10年之後 那個痕跡才會淡化掉 那個就表示它有曾經做過架接 那架接有兩種 一種是靠近肌部的架接 就是我剛講的 所以它從此之後都不要 不需要再有A的任何滋常發生 所以之後長出去的 都是仰賴 就留下來的就是B的資料 所以開花也是B的 這樣子 阿克的國師也是B的 好,所以這樣我就綜合了兩個特質 所以植物可以忍受到這一套 這樣子 好,可是 那個有一些A呢 就弱到不行了 弱到一個就是 連光合作用這件事情 可能都需要依賴別人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必須去種一顆A 而且這顆A呢 你真的好好照顧到它 就是那個 開始唾液這樣子 就是整顆樹 咱們很壯碩 然後接下來呢 可是我還是需要A的那個果實 所以這時候呢 就只好每年 或隔著兩年 你就在那個A 比較細的那個枝條 那個地方 上面喔,很上面喔 然後呢 剪掉 然後接下來把A的枝條 然後再接過來 我跟你講 所以今年或隔年 那這時候它 要新長出來的芽 然後準備讓它開花結果的 那才有在尾巴那一段 會出現A的枝條 然後以及A開花跟果實這樣子 你懂嗎? 阿約很有名的例子 就是高階梨 高階梨就是接在上面 那其他很多果樹的品種培育 就是接在下面 這樣OK齁? 那這是一個比較偷機取巧的辦法 可是因為比較快 那農民其實現在他們技術很好 像那個高階梨 高階梨的話 他們以往發現 如果你希望那個傷口啊 能夠盡快癒合的話 就是把那個 A減下來再接的時候呢 也是沾一下那個 適當總度的生長技術 然後接上去 然後呢 一樣就是做這個 包紮 然後可能用一個小塑膠袋 然後包起來隔絕這樣子 這樣的話 它那個傷口的癒合 程度會比較好 可是我覺得台灣農民真的很厲害 就是搞那麼麻煩 因為農民齁 你要讓它一一增加成本之類的 反正就是 或者是太搞甘那一種 其實他們都不太願意接受這樣的做法 所以後來他們有一招 這招其實蠻帥的 就是買那個 五星材料行的那個電工膠袋 就我們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電線波 然後還有總經骨那個 對不對 你搞那麼多生長技術 我們只要一個電工膠袋 這樣捆一捆 高階梨 就是上次在電視上看的 這蠻帥的 什麼都不用沾 插上去電工膠袋 然後他們這樣的話 那個接次成功率就有七成 七成很高喔 這很厲害 所以要什麼生長技術 所以有時候 這個農民還是為了省錢 他們會想出各種的技術出來這樣子 好 那另外這個也是很怕 像現在那個颱風來 有沒有 就很怕那種落葉落果 尤其是那種本來的氣候 條件還蠻溫暖 突然轉換熱的時候 也是很容易發生落葉落果 那他們就發現呢 如果你早一步 在那個果實 大概不是四分大五分大的時候 先用幾次的這個生長技術 那到時候那個果實 差不多接近完全大小的時候 就可以比較減少落葉落果的可能性 那個果文袋是我們老師在聽到那個 有沒有就是那個 中休節以前的文袋的那個 那個落葉落果 新聞帳不是常常報嗎 然後那個 那個台東那種 一焚風一來有沒有 那個四家 有沒有 掉的那種 那其實對農民來的都很心痛 一是還不夠大 對不對 那當然那個 整個收貨量一定會減少 二是你就算 比如說五分大六分大的時候 讓它掉下來 又怎麼樣 你去做後手 後手的時候還是不好吃 那種大概都是 直接就犧牲掉了 所以這個對 在種那個水果的人來說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那有時候沒辦法 那個氣候就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現象 好 然後把這兩個講 這個講一下 單性結果 那因為果實的發育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當卵受精之後 開始發育成胚 那胚就會開始釋放生長激素 那生長激素 釋放出去之後呢 第一方面是讓那個 那個種子 胚 就是胚株發育成為種子 然後這個生長激素 廣外釋放的時候呢 它會刺激脂肪臂 發育出果皮跟果肉 所以合理來說 脂肪臂會發育出果皮跟果肉 是因為胚株這邊有的變化 就是它開始受完精 然後發育成胚 這時候才有生長激素的來源 所以後來他們就想說 那我幹嘛要等種子 釋放生長激素 對不對 你看齒巴仔子又多 西瓜子又多 對不對 最好連同樣都不要兒子之類的 然後諸如此類的 所以那我就乾脆用一個替代性的做法 我就等那個花才乾開 對不對 脂肪胸尾都來不及成熟 就是來不及產生 那個精細胞或軟細胞的時候 然後呢 我就直接用人工噴灑生長濕的方式去刺激那個脂肪病 然後呢 在胚株裡面的軟都還沒有出現 當然就不會有受精的可能性 然後我就直接刺激脂肪病 然後開始發育成果實 對不對 所以果實開始發育了 胚株有沒有變化 沒變化 那所以呢 這時候當然就不會有種子產生 對不對 所以等到這顆果實發育成熟的時候呢 那就是一個沒有子的 這叫單性結果 或者叫無子結實 對不對 所以那個無子水果的技巧之一 用基礎處理的就是用這個 不過這樣的話都會有農藥使用的疑慮 所以後來有另外一種替代的方法 比如說呢 假設有一個正常版本的西瓜 2N 然後我們想辦法用一些化學物質 那是細胞突變劑 現在很多都會經用的 然後呢 想辦法去搞一個4N品種的西瓜 好 然後呢 現在有個4N品種的西瓜 跟2N品種的西瓜 我要這個4N跟2N去雜交 然後他們後代呢 就會是3N 我跟你講 然後就搞一個3N的西瓜 那差別在哪裡 這個3N的西瓜是不孕的 因為3N無法正常完成結束分裂 所以它根本無法正常產生種子 就這個西瓜 基本上就會是5N支西瓜 對不對 我不知道搞那麼麻煩 到底要幹嘛 5N支西瓜 5N支西瓜是會死的 好 那還有那個5N支芭蕾 5N支葡萄 按按什麼都這樣 葡萄吃這麼多 你的5N支會死的 好 好 就大概就是這樣 好等一下講到一個很重要的組織培養 休息一下 3N東 3N東 我唸一下說我們要補考的號碼 8號 4號 15號 22號 24號 30號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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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號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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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號 明天有誰加油明天 這還不可以考驚我啊